畫面上可以看到這艘停靠在宜蘭投城大溪漁港的漁船 傾斜45度角 一半的船身都已經泡水幾乎滅頂 投城大溪安檢所人員在29號上午執行巡邏勤務時 發現這艘漁船艙進水 緊急吊派重型機具吊出漁船 避免漁船沉得更深 而根據瞭解因為疫情缺工的緣故 這艘漁船已經一年多沒出港 推測是因為船底有破損 才會讓水進來船艙導致船成泡水 這下船內的設施恐怕也已經毀損 要徹夜趕緊把船艙的水抽出 把船身扶正 後續也會把船吊起來做維修處理